政府继续放宽限制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多斯里伊斯迈·沙比利 今天就宣布 允许联邦直辖区所有清真寺重开 全国5000多间所有非伊斯兰教的宗教场所 也可以恢复正常的开放时间 不过交由州政府来决定是否批准重开 没错 不只是宗教场所 政府也批准全国幼儿园在7月1号全面复课 教育部会在近期公布完整的复课标准作业程序 确保属于高风险群体的小孩 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回到校园 政府在5月15号 批准联邦直辖区绿区清真寺和祈祷室 恢复祈祷活动 经过一个月的观察 清真寺和祈祷室的工作人员 以及前往祈祷的穆斯林 都严格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曼·沙比利 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 今天的跨部门会议 批准联邦直辖区所有清真寺和祈祷室重开 只有红区的清真寺和祈祷室 必须继续关闭 重开后的清真寺和祈祷室 出席人数必须控制在 平时可容纳人数的三分之一 所有人都要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以及严格遵守所有标准作业程序 其他州属的清真寺和祈祷室 则是交由各州的宗教局 决定是否重开 至于其他宗教的信仰场所 国家安全理事会接纳团结部的建议 同意让所有宗教场所重新开放 反正如此政府还是交给各州政府 自行衡量和决定是否跟随中央脚步 重开所有宗教场所 今天早上的会议也批准 全国两万四千多间政府和私人幼儿园 在七月一号复课 教育部高级部长莫哈·莫拉兹 会在近期内公布详尽的 复课标准作业程序 SOP-nya lengkap 另一方面旅游部今天提成建议书 以便恢复更多领域运作 包括水疗中心 健康中心 脚底按摩中心 旅游展 贸易展等各种活动和展览 激励营等等 部长强调 今天早上的会议 原则上同意旅游部的建议 会交给国安会审查 再决定是否通过 至于市场者按摩中心 政府还在等待国安会 提成复工标准作业程序